第四個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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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電話洛克 說到火神伺服器 有些玩家可能會想到第一位死亡騎士 或是無界的擂台霸主地球星 但你聽說過嗎 火神還有一個超資深的血謀 一碎的世界 他們不僅長期佔領封木城堡 還代表火神打敗46個伺服器 贏得最強城主爭霸戰冠軍 成為天堂遊戲中 最具知名度的血謀之一 一碎這個名號也 時常被玩家取作ID 想知道他們在火神有什麼故事 想知道他們如何打敗眾多血謀 趕快按下訂閱點讚後 一起來看看吧 玩過火神伺服器的資深玩家 一定都有聽說過 一碎的世界這個邪魔 早在2001年三成時代 奇岩未開放前 他們便早已攻佔封木城堡 並手下多年 那時候人物的ID 都還是只能用英文命名 最早的創始人 ID名為Crazy Johnny 人稱瘋狂搶你的資深玩家 一碎這個稱號就是由他開始 拓展到其他伺服器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什麼 一碎就很強 一碎就飆車 這一類的ID便是由他開始 還有其他伺服器的玩家 特地跑來火神 經由他同意創立類似的一碎血謀 但後來因為工作問題 離開天堂 不過一碎的世界並不解散 而且從30幾個人的小萌 發揚到180人以上 如此規模的大萌 靠的就是精神靈袖大姐 Whiskey 接替牆擬領導眾人延續夢想 一碎的世界正式更名為一碎藍色POP 並把一碎這塊招牌發揚光大 登上天堂透渴 這位大姐主要玩的是一隻魅力18的公主角色 努力升到52級之後就爬升得很慢 因為公主一上線 都主要是在處理事物 後來就把時間都放在金銀血謀上 每逢過年過節都會舉辦血謀線上活動 舉防升級獎勵、PK比賽、有獎增達 為了就是讓這個大家庭氣氛踴躍 這也是大姐的人格魅力使然 讓一碎的世界比起以前更加團結更加盛大 這隻公主通過45級試煉之後 轉為聯盟系統 兩點升級點數加上魅力項鍊 紅騎士斗篷 魅力22點的她可以遭受魅力值9倍的血謀人數 也就是最多198人 不過大姐還是暫時以180人為標準 騎士居多 其次是妖精和法師 其他額度保留給工程時間 如果當時上線人數不夠多 馬上能夠向眾多朋友 商界死騎、水妖資源 但想要加入擁有大巴資源的承包血盟 並不簡單 第一就是要有熟識朋友的推薦性 再來就是不准開內城門 對於承包血盟 內監可是一項大禁忌 很有可能會讓努力多年的成就功虧一潰 不過說到火神伺服器 並不是只有一碎的世界獨大 早期更有狂襲、維河、殷阻、死騎七席地等知名血盟 建構起整個互相爭奪的戰國時代 就我所知 殷阻、維河、一碎 都是各具一方的大猛 殷阻曾經掌控齊岩海鷹 他們的王族為殷阻皇子 旗下還有滄海之鷹、黃金之鷹各個分猛 維河的話一開始血盟名稱為SWAT 王子ID為SWAT7788 會以維河部隊命名的血盟 想必是與警察有關聯 沒錯 王子的現實職業為正感的霹靂小組隊員 曾經以20分鐘驚人的速度 成功獵殺以前的地龍 對於一般玩家組隊需花費幾個小時 這樣的速度真的很驚人 此外還曾以28人的團隊 一網、一妖、一髮、25隻騎士 20分內轟下鐵神之稱的肯特城 並搭配友軍死守一個半小時 當然力量出身的他 在顯盟人數不足的情況下 如果面對聯合勢力的微塵攻勢 肯定抵擋不了 所以後來才又有了維河捷豹天下、AK部隊等分猛正守肯特 至於一歲則一直處於偏安峰墓 始終堅守峰墓地間這塊漂白煉弓聖地 其中誕生過不少高等級的知名騎士 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無界擂台霸主地球星 能夠與天堂第一人納西亞媲美的他 也是一歲這個血蒙的資深玩家 身為煉空狂的他 與火神第一位死亡騎士頂緣 長期霸佔了無界擂台的排行榜 不過後來這兩位高手也是逐漸淡出天堂 後來一歲的盟友們經過苦練在等級上大有所成 雅定開城後也曾經有一段不錯的成績 時間來到2009年 說到一歲這個血蒙 其他伺服器的玩家可能會想到城主爭霸戰冠軍 這個活動是橘子在當年所舉辦的跨幅工程戰 而一歲就是當時的第一屆冠軍 其實在2008年就曾舉辦過工程活動 不過是以每個伺服器分開舉行 活動期間將清空原來擁有城堡的血蒙 肯特、妖寶、蜂墓、奇妍、海鷹、威盾、雅丁 共7座城池 而攻占城堡次數最多的血蒙即為當日優勝者 活動結束後 累積優勝次數最多的血蒙即為當伺服器的冠軍 將可獨得古代的卷軸10張 及魔法娃娃的袋子50個 而火神在經過10多天的施殺爭奪後 出現的血蒙即是一歲夢遊仙境 也就是一歲的所屬勢力 一年之後 戰士擴大到全伺服器 這次僅是伺服器內最強悍的血蒙還不夠 要在全46個伺服器脫穎而出 勢必要集結全服最強戰力 光是要報名的血蒙 就得在活動時間內佔有城堡 每個血蒙現地參加人數上限為150人 活動時間內會加開活動伺服器 並停止所有天堂城堡的工程戰 那麼這麼多血蒙成組要如何比賽呢? 活動才出賽、準決賽、總決賽制 每位盟主帶領150位盟友 並隨機抽籤分配組別 每個人在活動伺服器 都可以帶著原本的裝備進入 並有3000萬的天幣 可以提供水錢 光是出賽就分6天6場舉行 每組出賽就有20-30個血蒙 入場施殺 玩家必須在工程時間9點之後的2個小時 拚盡全力佔領城堡 並在時間結束之前成功守下他 這是進擊的唯一條件 換句話說出賽開放6個城堡 每個組別最後只有6個血蒙能夠進擊 第一個組別便是火神 一歲夢遊仙境所在 他們工程時間一開始就迅速佔領了鐵城肯特 然後整齊有序的完成陣型擋住兩邊外城門 肯特向來以異手難攻出名 剩下的時間也沒有再被攻破 於是一歲很快的在第一小組晉級 到了第二個出賽小組 這邊戰成伺服器的美麗星國度 表現最為出色 也是一歲時常在跨湖中遇到的對手 他們把目標設定海音 一開始攻城 盟主迅速的宣戰 衝進城內 吉塔多城 而盟友們在兩邊城門口等待著布陣 躲城後馬上完成了銅槍鐵壁般的防禦 雖然與肯特城相比 海音的地席有機會讓人鑽進來 不過在盟主的指揮下迅速擊殺 六個出賽小組晉級之後 準決賽開始又更加刺激 因為全部12個精英血蒙要爭奪四座城堡 雅丁 奇岩 峰木 海音 四座城堡代表只有四個晉級機會 沒有了肯特 這次一歲改以峰木為目標 與肯特城相似 同樣屬於一手南宮 峰木原本就是一歲在火神正守多年的本營 所以也是成功手下順利晉級 最後四個進入決賽的血蒙 分成兩組各兩個血蒙爭奪亞丁城 成功的可以進入最後總決賽 淘汰的兩組則是爭奪三四名 總之最後冠亞軍是由火神一歲夢遊仙境 對戰戰神美麗星世界 雅丁城是遊戲中最大的城堡 也是最難防守 除了要多毀掉四個守護塔之外 還要對抗仿王與模擬的侵襲 最中間的守護塔 簡直就是開放式場地 完全沒有任何掩擋處 想必這樣的戰場若能成功手下 代表冠軍擁有絕對的實力 最後一場的戰役中 雙方出現各一次的攻守交換 首先開場後六分鐘 由火神一歲摸到城堡 24分後 馬上又被戰神美麗星國度反攻下來 期間雙方擬來我往的戰火不停歇 並且相互突破防守陣型 攻防守表現均相當出色 但比賽是殘酷的 最後的贏家只有一個 剩下15分鐘時 火神隊伍又再次破塔摸到陽冰城 最後的回馬槍讓戰神沒有時間反擊 只能有一歲夢遊仙境 代表火神贏得第一屆跨谷工程戰冠軍 最強城主爭霸戰 是當年第一次舉辦的跨谷活動 比賽之盛大讓螢幕裡擠滿了玩家 後續又舉辦了好幾屆跨谷工程戰 這些強大的血謀也是時常出現在名單中 或許你記住了火神一歲 但遊戲不可能永遠是冠軍 現在的天堂已經看不到這種人山人海的盛況 但這段熱血的青春 卻一直刻畫在我們的回憶中 如果你曾經參加過跨谷工程戰 或者你是火神一歲的資深玩家 歡迎留言與大家分享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 再見 最後一個您來回安全地 咪 我的 l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